皇后啊 有件事情 朕得告诉你 你宫中有人手脚不大干净 得仔细查查 皇上指的是谁啊 林荫车在益昆宫 盗走朕的一间质宝 请重啊 那我猜猜 即刻起 送小林子去打扫厨打扫 做最低等的撒扫太监 喳 刘智 刘智 这么镇定啊 不向朕求情啊 臣妾求情有用吗 皇上用这个法子调走林荫车 是觉得这场戏演得误趣了吗 你以为朕很喜欢看这场戏吗 真是看你这几日 快憋死了 朕这么做 是好意 臣妾多谢皇上的好意 嗯 别储着了 干活儿吧 别储着了 干活儿吧 哼 娘娘 刚喂好的栗子树蓉羹 您尝尝 没为够 娘娘 这些日子 内务府拨了不少宫里的人走 说是伺候娘娘不周 却又不说什么时候再拨人来 内务府不敢这么做 多半是皇上的意思 你由着他去吧 娘娘 渔妃来了 娘娘 渔妃来了 姐姐 永齐和福晋 带了一些福利质的点心 倒比宫中新奇一些 又不那么甜 便拿来和姐姐尝一尝 永齐有心了 吃不下先搁着吧 姐姐 我听说灵车被调走了 是啊 皇上寻了个台阶把他调走了 却又给他安了个头刀的罪名 我担心的是 皇上心底这一云不散 这件事不会真的过去 那姐姐如何打算 如今皇上要看着他为怒受苦 才能写份 能用什么打算 等过个一年半载 给他找一个 偏远的行宫 离了皇上的视线 也算是能保住他一条性命吧 若真能这样 便好了 是啊 姐姐 记不懂 小王子 佐柯 那傻瓜园 再来 后来再掃 然后去岑津工花园掃一下 爷 是不是该吃饭了呀 掃完了再吃 这个枕头 我做了有些日子了 一直也没机会带给你 一针一线都是我的针脚 才没破绽的 多谢姑姑惦记 这个天儿 接连阴雨容易受寒 还请皇后娘娘多注意身体 谢你的心意 这菊花枕是我做的 可里面的杭白菊 是皇后娘娘亲自挑的 直到你在这儿受苦 难免心火望 奴才 受的是劳力之苦 皇后娘娘心里苦 我走了之后 皇上对皇后娘娘可好一些 面子上过得去 都是奴才的罪故 皇后娘娘从被这样下了 奴才告辞 多谢姑姑 可爱 多谢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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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怎么说热就热了呢 过些日子咱们就要去圆明园避暑了 到时候可以多住一阵子 奴才见过贝勒叶 管好你的眼睛 一眼都不要多看 皇老娘和你才能平安 奴才明白了 你现在活着已是侥幸 不知哪天刀子又伸了过来 贝勒叶虽言极事 我虽同情你 但也帮不上你 奴才多谢贝勒叶 你会去哪里 好看 不过你 我虽然会 不过你 我虽然会 我虽然会